其实是跟民生有关 宜兰市东港路变电所到环市东路有14座电塔 绵延5公里 横跨了商业区、住宅区以及农田 经过多次协调后 台电已经开始在做地下化工程 而陆伟承诺破先来到现场了解工程进度 祈祷可以早日完工 宜兰市东港变电所至环市东路总共有14座高压电塔 20多年前在批建道路时 原本就有玉埋地下管路 但却因为土地取得问题而拖到现在 何时能够下地 地方居民一直以来都相当关心 这么长的距离里面 最重要就是进入到我们市区 属于在新生里 然后进入慈安里、中兴里到新东里 这几个里是属于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区块 因为长期有这个高压电缆线的一个干扰 所以民众在下雨或者是有一些台风期间都会非常的担心 也这个对于这个平常民众也有一些余力 是不是这个因为这个高压电缆线会造成身心的一些危害 为此立委承诺破召开过八次协调会 四次会刊 台电将从罗东到宜兰约3.5公里 宜兰到江西4.5公里 宜兰到大幅约1.9公里 大幅到头城约1.9公里的范围 将拆除45座高压电塔 总工程经费为8亿7千万元 目前管路已经失作9成 预计今年4、5月可全部贯通 9月份将陆续送电 待系统稳定后即可以进行电塔拆除工程 这部分整个拆除大概有45座的支持物 包括铁塔 这边看起来还有这里比较多 这一只一只比较细 所以算起来会有45座的支持物 那我们整个的费用大概花了8亿多的经费 那当然这8亿多经费是陆陆续续分年去执行的 那这一部分我们希望在今年能够把它全部完成 也不是因为险级的关系 因为这个本来就要做了 我们确实经过8次协调会 4次的会堪 那今天有这样的成果 这个能够还我们一人县美丽的天空 以及我们整个视野景观 这个对我们一人县未来的整体的观光发展 是有很大的帮助 台地也说台风停电是用户最讨厌的事 而管线下地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供电管线不受台风影响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 怎么不到